好这整体事情被传言的蛮多的 到底有没有议员涉入施压 到底有没有所谓的乔市的事情 黑到白到乔好了 然后呢在警察局握手言和 到底背后有什么样的一个事例 太多的讨论了 我们先来看看这个 首先在政治层面的影响 史无前例 警政署长要北市警局长交出手机 并且接受策划 那么警政署发书面新闻稿 引发警戒哗然 陈嘉金要求陈嘉昌立刻查明 主动说明 事宜不要让外界对案情不当一策 让基层同仁背受遭受官说的指责跟污名 来打击远警的士气 那么陈嘉昌呢 他说他跟分局长林志成 绝对没有受到明代或其他方面的 任何压力官说 有办案需要的话 这个整个警局自他以下 都愿意接受策划病 交出手机查通联 这是目前呢 蛮死无前例的一个要求 各界的反应怎么样呢 不少警戒人士觉得不妥心寒 认为警政署以新闻稿 修入六都警察局长 没有领导者风范 北市还有一名分局长说 北市警局就由自取 这件事情没有处理好 难道警察当久了 可以一手遮天吗 再来一位北部的资深检察官怎么说 警政署对北市警局长处理方式是 弃局保暑 就是不要让火延烧到警政署这边 也有检察官说呢 就说只差没有说是你去施压 发这种新误稿 等于属对局的彻底决裂 要逼陈家昌下台 陈家昌今年7月16号借临退休 任期剩下两个半月 政府高层关系还不错 基层认为这件事情 让陈家清陈家昌的矛盾浮上台面 我想请问一下 这个基层原请 前基层原请人何 这起事件爆发之后 究竟警员的新生是什么样 事实上这件事本来是要押下来 是有基层原警看不下去 督察的所作所为才爆开 爆开之后意外发现这整件事情 怎么会连当时的录影画面都被山光火 越烧越大 我们首先来讲 现在一般的基层原警 台湾有七万多个警察 但是超过五万都是基层原警 那这四五万的基层原警 其实心中的怨言 没得到 怎么说 他这个案子发生在4月16号 你看我们现在已经4月30号了 4月底了 在另外的一个社团里面爆料 爆料说原来松山发生了一个案子 这个案子是一个教官被黑衣人追赶到分局里面 那这个如果没有在爆料社团里面爆料的时候 这个案子就被盖下来 没人知道 这些黑衣人进来的 看一看年纪也都才二十几岁 这个都二十几岁的黑衣人 你让基层原警蒙受了这个很大的委屈 怎么讲 什么叫委屈 一顶人你来 请问打火破坏你公署的东西 然后你上面的说放就放 没事就没事 那他们怎么看待我们警察 所以警察基层原警演员起 冲锋陷阵是我们 是啊 对不对 挨黑到枪子是我们 是啊 你们上面的人 改成要画大式画小式画 有得笑的就遵守 我们首先讲一个 我跟你说 你现在这个电脑里面 你要删除这个电脑 每一台电脑都有个密码 不是每一个基层原警都有的密码 密码是掌握在特定人士上 那所以很多基层原警 他只能丢在心里 不能讲 我就讲很简单 基层原警 我从以前 过了十年前 我也不做基层原警 我到现在我都觉得 现在那些教官 教的是什么东西 我跟你会员报告一下 教什么 夺刀夺枪 你开玩笑了 你警察在那边 一二三夺刀 一二三夺枪 几个警棍就警棍束 那个就可以制服歹徒 我觉得很多东西 训练科的 他必须把这些 赶快做做修正 我讲实在 这些里面 唯一有用的 就是三千公尺跟射击 其他的对警察 我觉得是没有帮助 你叫我再打一次警棍 我都忘记怎么打了 所以 教官在一个警察的 警察局里面 他是一个 平常他 可以让你过就过 不可以让你过 你再一次 你两线一 两线二 两线三都一样 反正他叫你重做 你就重做 所以他产生在里面 基层运警对他就有一种 莫名的一种敬畏 可是那种敬畏 又不是说你真的很厉害 所以那个 压在基层运警的很多事情 很多事情 就是很多公文也好 很多案件也好 基层运警都办就办不完 你做这个训练 没有错 可是如果对警察有帮助 当然是训练很好 可是很多基层运警是 举我先摆 你今天说 署长要求局长 拿手机做测网 我个人觉得是 不需要 你要相信一个主官 你要相信一个警察局局长 因为这个警察局局长 他再两个多月要退休 我说现在 整个案件 整个案件 没有明朗化之前 只要每一个长官说的话 都是帮下面背书 你今天陈局长 他是一个好人 他要帮下面的分局长背书 他可以说 我个人相信说 他一定没有接受任何关说 可是他帮另外人背书说 他也没接受过关说 这个就很奇怪了 万不你查 如果有时 你不过去 变了 所以很多基层运 都看在心里 到底你们现在上演的是哪一处 我们不知道 所以你不觉得署长说 你们这个资料通通拿出来查清楚 是不是也是一个办法 其实我们台湾的法治 还有我们的一些法律 你只要涉入刑事案件 进入调查 就是交给检警来去侦办 就算要扣手机 其实就是由检警来 检警掉 监察官跟你说 你查获你的手机 查获你的资料 应该不要说 你自侵是用这种方式 这件事情其实越演越烈 没有处理好 是的 其实这件事情 很多社会上 像我们这种 这个善良老百姓 死老百姓 对不对 感觉就是离谱 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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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是不断升高的离谱 原来是 你怎么可能一个教官 然后是这个样子 很离谱 这个新闻出来 再过来派出所 怎么被人家冲进去 然后你们这样子处理 更离谱 然后接下来呢 分局长开始 就在门口那边 握手言和 离谱 然后开始删除东西 离谱 然后最后呢 局长也出来了 赎赏也出来了 然后这里面的东西呢 你只有有那些公权力 你们最懂的法律的 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嘛 然后好像还要教你 交出手机 然后中间的过程中 到底是不是还有什么议员 还有没有跨越蓝绿 然后黑白两道 大家其实看到这东西 已经不是单一的个人 而是对警察 这样一个事情 这个体系 对那些基层原警 他们平常生活在一起 有他们的遵纪 但是对于管理基层原警的 这个体系 离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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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实我刚才讲 就是说 你警察局里面有监视系统 可是你要想到 我们台北市的街道 也有监视系统 那台北市所有的街道里面 还有银行 超商都有监视系统 你这个教官 你从哪里开始跑 我说南京东路 你手过你知道 宽不宽 你有发现对面跟你发言 你点点 对面跟你说 你跟麥克兽 马上冲过来 我觉得应该往回追溯 这个教官 有没有跟十个人一起喝酒 有没有在一起口角 有没有在一个同一个场合 录影带掉得出来 警察局里面有录影带 外面也有录影带 也有摄影机 那这些摄影机 就是台北市政府 他有啊 很多地方他都有啊 一定掉得到 乐片 第一宠信 两位 三位 四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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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